男孩子女装去旅游是种什么体验 屋门直接没带男装 完全没有留后路 去旅行一定要带个工具人 方便拍照和提包 马上就到天津了 虽然离北京很近 但我还是第一次来天津 这个风也太大了吧 看我们取钥匙的方式的特别 钥匙藏在密码箱里 藏在一个这样的密码箱里 在这里是吧 这刀端那个 这刀端那个 这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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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个钥匙 清津房东的交房方式 这刀端是房东的钥匙 藏在里面 有密码箱 一手交鸭箱 一手给力 对 房东刚才说 先给钱 我再告诉你们密码 带你们看一下 我们租的这个房子 这是客厅 客厅就这么小 然后上楼 哎呀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啊 这个环境的 哈哈哈哈 哇 啊 在这儿 这个厕所也太小了 这厕所也太小了 这房间长这样 看看你 这是一个房间 这还有浴缸 哎 能不能一起泡啊 一起泡啊 谁还一起泡啊 让我看看 这个房间有意思 这边是什么 这个秋千 我去 能当秋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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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点危险 这个房子很小啊 但是是 不是的 我去 还没有化妆 先吃饭再化妆 嗯 这个瓶子 一摔还好 看我们的饭 生蛋 微辣 微辣 你这也有微辣 微辣 微辣 它是重的 麻辣 吃麻辣套 吃麻辣 白吃 我换好衣服了 今天 我们准备去 东江 什么公园来说 就是那边有个沙滩 然后我专门选了一套 比较清凉的衣服 穿的比较少的衣服 这样穿出去 有点尴尬呀 因为我 忘带打底裤了 所以下面 哎呀 怎么办呢 有办法了 把我的毛衣穿到下面 这样就打住了 今天还穿了凉鞋 兄弟们 准备出发 穿后怎么会做高级 这样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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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下午五点了 还是有点凉 没想到距离这么远 来得太晚了 公园关门了 就在附近随便逛逛了 这里怪好看的 挺好看的 后面的夕阳映射在水里面 有点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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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船啊 回去的时候都晚上了 准备去火车站附近看看夜景 白天起来 哇 尝尝这什么叫做夜景 这就是夜景 啊 景景的夜景太棒了 啊 什么叫做夜景太棒了 太好看了 哦 其实 那里的红眼五颜六色的 来都来了 必须那几个兄拍点照片 还是摘了清风 兄弟们 我刚躺床上 发现了一个 今天的事情 哎 我的 面前是一片大镜子 这天花板啊 对着床 是一个镜子 天哪 这是谁想出来的 那个大聪明想出来的设计 还怎么睡觉 而且这个范围 绿尔音色 这也太可怕了吧 第一天结束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 明天见 是一通过天 是一通过天 可以认识